新民黨在二零二四選戰也不缺席 黨主席宋楚瑜接受了網路節目專訪 大談國民黨歷史 講到兩千年選舉時 國民黨放假消息 花上百億買票 還指出在二零零八年 馬英總當選總統 他去祝賀 卻被馬陣營的人酸 又來搶位子了 讓宋楚瑜很不滿 說自己把人才都歸給國民黨 還被這樣對待 國民黨不垮掉才奇怪 深深感嘆也對國民黨憤怒依舊百分百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二零二四大選不缺席 親民黨推出實席不分區名單 到網路節目專訪 但對於過去似乎過不去 回憶兩千年大選三角都 宋楚瑜以無黨籍身份落敗 第一次為什麼我會輸 做假民調 而且還放假消息 將近上百億 然後到處再買票 不然我會落選嗎 那時候你沒有買票 下一回寄取教訓 2004年宋楚瑜已經創立親民黨 但才國慶和 連宋配一週落馬 差距還只有0.2% 有兩顆子彈 希望停止選舉 連先生的末僚 他說我們現在民調 還是遙遙領先 那個總幹事更莫名其妙 這個人叫馬英九 陳水美搞出一個花樣來 告訴馬英九這批人 我再繼續當選只要做4年 如果連送當選的話 你們要再等16年 大爆料當你一步做步步錯 時間在到2008年 國民黨終於拿回政權 但高票當選的馬英九 團隊讓宋楚瑜心寒不已 去向馬先生道賀 就聽到很強烈聲 哎呦我們當選了 他們又來搶位子了 如此這般 我在整理我很多的檔案 搞不好連那個送錢收據都 哪些人拿了我的錢 而且還不承認 一輩子投身政壇 宋楚瑜屢敗屢戰 在現身炮火依舟不見 記者發展王立寅 台北報導